高鐵九十路 不過路車不是UK 還有一對新郎 這也是高鐵雲林宿船 以後頭一個坐高鐵去台北燒烤 有點太醒目了 哈哈哈哈 啊你高興嗎 高興謝謝 高鐵的優點就是快速準時有效率 能夠讓新人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裡 能夠完成他們的人生大事 可能只有高鐵坐得到 我們很開心高鐵能夠為這對新人 完成終身大事 新郎新娘出來了 新郎的高雄也準備了 他們加入火和湯仔 來到高鐵站他們接人 看到這座高鐵站進行的 贏親中民賣賞遊戲都覺得很辛苦 他們永遠幸福永遠快樂 第一次看到的 覺得怎樣 很舒服 不錯 這樣讚 讚讚 這座新郎已經擔亂愛八年的時間了 新娘五分家 大致台北新郎中飛鳳大致好賣 以前都是坐客運來會 不就為今年高鐵站開通意 讓他們有了真一步的發電 也讓新娘的阿公阿嬤 雖然沒辦法來參加她的分類 也可以看到她出家的模樣 就是比較方便 太意外了 對 因為不知道 對 突然不知道要怎麼說 阿公阿嬤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我應該會很開心 她還有阿公阿嬤 要讓阿公阿嬤知道說她的生日已經結婚了 穿白鯊然後嫁過來這樣子 台北婚臨來會 祖母不用跟三點鐘的時間 新郎的伯母也很固定在便利的交通 我進房間的時間 阿公阿嬤 這樣新娘比較不會坐車子太久 比較不會那麼累 對 比較便捷 對啦 時間上也節省很多 對 因為路程又比較遠 這樣才比較不累 高鐵婚臨站頭一張飛書 就這樣轉開了 也讓暫來是飛去融融 記者用真心藏步道